现在已经是被永恒测动第四课了 你想受吗 如果你享受前面的 肯定也会享受接下来的最有趣的三课 我们也很想去到这些部分 所以才会这么期待 但我其实跳过了书中很多内容 真的没办法 有一晚我几乎要崩溃了 我的好太太理想 让我坐下来说 约翰 你不可能在六课里讲完全本书 我说你说得对 我将会跳过很多部分 包括我们荣耀的身体 天堂和时间的重置 基督在喜年做王 一千年等等 这些内容都在书中 所以我真希望你去读这本书 我首先想很快地谈一谈天堂 我们将会谈一谈天堂 我想带你去看我最喜欢关于天堂的经文 在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他真的把天堂描述出来了 我列出了这段经文 我几乎一字不漏地引述了它 我省略了经文中的一小部分 在西伯来书十二章 经文说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一起说西安 接下来你会常常听到这名字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看看神的诚意有什么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我真爱千万的这形容 如果神说是千万的 就是数目很多了 那里有共聚的总会 谁在当中 我个人相信 这是从亚伯拉罕怀中出来的 旧约中的圣徒 也有诸长子之会 圣徒们都去得了他们的奖赏 对吗 然后神出现了 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记住这一点 我待会儿再谈 然后就是耶稣 他所洒的血 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谁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我相信就是你和我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坦然无惧地来到 十恩的宝座前 那不是在说我们离世之后 而是现在 你可以常常去 宝座前 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那大门为你敞开 因为你是属于他的 这不是很奇妙吗 我很喜欢 保罗这么说 那不单是在祷告时去宝座前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 我曾在十四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 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身体内 还是在身体外 只有神知道 你要记得 我们还会有身体的 我们不会像灵体一样在云上漂浮 我们会有身体的 会有手臂 会有双手 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与门徒互动 我们的样子也会像他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模样 因为当他显现 我们都要像他 我很喜欢 那不是很棒吗 我其中一个好朋友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是个很优秀的牧师 曾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 他的第一晚服饰 在1979年的十月 他回到自己的家 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 他的妻子在楼梯转角 不停抽气 原来当晚他们十岁的儿子 在看星期一晚上的出球赛事 意外地把小电视拉进了浴缸 他们却没有发现 他被电死了 我朋友发现他孩子的时候 他说 你知道吗 我是洛杉矶警察 假如我看见你儿子同样状况 我会直接送他去太平间 但当时他却开始祷告 急救员来到的整整四十五分钟 那男孩的心电图 都没有动静 但我朋友没有放弃 他继续祷告 四十五分钟后 他终于说 神啊 我没有这样的信心 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说有信心的恩赐 我需要那信心 然后他的脑海 出现了一句经文说 你必不至死 人要存活 突然间 心跳恢复了 心电突击发出嗶嗶声 急救员赶快把他送走 他的皮肤颜色 开始转变 瞳孔恢复放大 与缩小 他们把他送进医院 他心想 这真是个神迹 但医生却把他拉到一旁说 如果你儿子能活过来 他可能会成为白痴 因为他几乎死过了 肾脏组织 从他的倒尿管 排出 他说孩子的身体崩坏了 他儿子昏迷了七个月 期间通过七个月的祈祷 播放敬拜音乐后 他清醒过来 我朋友看着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可以说出来 他说我叫什么名字 我们以前和现在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他全答对了 这孩子后来以拳击班代表的身份 在高中毕业 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以平均基点4.0毕业 然后进了神学院 但有趣的是 他后来对他父亲说 爸 当电视掉进水里的时候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他说一个天使抓住了我的手臂 把我从我的身体拉了出来 他说我们以极快的速度 经过一条隧道 我的脚踏在一条 用黄金修成的路上 那不是金黄色的街道 而是用纯金修的 那城很巨大 也非常美丽 而且还在施工中 我们那些信主已死的家人和朋友 都到那里去了 当我着陆时 他们都在那里迎接我 我听到瑟瑟声 突然人群分成两半 耶稣从中间走来 他说 耶稣带我游览天堂 他说 爸 我看见我们的房子还在施工中 他说我问耶稣 他回答说 你父母在地上每个顺服我的行动 就为这房子增添一个部分 然后耶稣拉开了 那看起来是窗帘的说 是时候回去了 你爸叫你回去 他说当我要呼召你成为牧师 然后他回来 结婚 生了几个孩子 无论如何 天堂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 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我认识一些去过那里的人 他们说天堂有的颜色是地上根本没有的 我很高兴因为我是色弱的 有些人说这是色盲 但我不会这么说 那里还有花朵 非常美丽的花 看来是地上根本没有的品种 他们说当你走在草地上 花就长出来 天堂的一切都是活的 你甚至可以在水底行走 我从那些去过天堂 又回来的朋友身上 听见许多非常奇妙的事情 也有人写了书 我很喜欢这个课题 但我们要谈谈 谈谈那些还未修完的房子 我希望从这里 开展这课的余下部分 我们现在谈论信徒的审判 我们说基督的审判座 是信徒的审判 从这里开始的一切 都会是很棒的 让我们去看 格林多后书 五章八节 保罗说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 与主同住 首先我希望指出 保罗毫无疑问地 只是在对基督徒说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未信者离开身体 就会到地狱去 正如上两课我们所学的 唯有那些 借着耶稣基督宝血和主权 真正得救 与主联系的人 才会回到神的家 所以我们知道 保罗不是对未信者说话 他的对象是信徒 对吗 在第九节他说 所以我们立了志向 志向就是目标 无论是住在身内 离开身外 要得主的喜悦 我很爱这一句 不是喜欢 而是喜悦 这让我想起一个 很久以前的故事 埃德森今年三十岁了 我以他为荣 他的孩子都很漂亮 而且他是个 比我更好的父亲 我记得他还是十七岁的时候 我们最小的孩子才九岁 四个儿子来吃晚饭的时候 神感动我 这么对他们说 我说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使我和你们的母亲 爱你们更多 他们说 那好吧 我说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使我和你们的母亲 爱你们少一些 他们就说 这很棒 然后我看着他们说 当我们跟你一起的时候 有多喜悦 就由你们来负责了 他们就说 哦 身为神的儿女 你不能做任何事情 令神爱你多一些 也不能做任何事情 令他爱你少一些 但我们 却要为他有多喜悦而负责 因此保罗说 我们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讨他喜悦 因为我们众人 谁是众人 他是说基督徒 对吗 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 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 或恶 受报 哇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谓的 所以劝人 这话真是沉重 我们这些信徒 将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座前 审判座的希腊文 是 杯马 这次有什么意思 这是指台阶座椅 让官员对群众说话 通常与司法有关的 换句话说 要记住 圣经作者们 尝试用人能理解的方式 表达神对人的启示 罗马人就是当时负责做这事的 再上一集 就是罗马帝国的城市法院里的 司法座椅 比拉多就是坐在那里 宣读对耶稣的叛词 我想再回顾一下 如果你们还记得 在第一课 我们说审判 就是一个决定 一起说决定 根据调查 而做出的一个支持 或反对的决定 从审判座 向信徒发出的审判 或决定 是永远的 记得永远的审判吗 记得吗 记得吗 即使是信徒 也有从审判座而来的审判 而且是永远的 换句话说 永远不会改变 修改 或修正 这些审判将永远有效 雅各这么说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如果雅各活在今天 我想他就不会这么写了 他会用不同的用词 他会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本来就是零 为什么 因为从简单数学 我们能明白一些雅各 不知道不明白的 任何有限的数字 除以无限 结果就是零 对吗 这就是简单数学 八十除以无限 结果就是零 假如你的寿命是一百二十年 那是挺长的时间 将一百二十除以无限 结果还是零 现在你就明白他的话了 他是指 在这个等于零的时候所做的 会决定 我们如何度过永恒 对吗 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真理 我们对待救恩的方式 将决定 我们会在哪里度过永恒 我们都知道天堂与地狱 对吗 当我们作为信徒的生活方式 将决定我们如何度过永恒 你明白吗 让我帮助你明白这话的分量 不是沉重的 而是兴奋的 如果我看着你说 你在未来二十四小时 未来一天的生活方式 将决定 你会在地上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一千年 假设我们可以活一千年 在未来 一千年里你开的车 你住的小区 你的邻舍 你的房子 房子的景观 共事的人 你的工作 都会按照你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 如何度过 你会如何度过这二十四小时 你会随便过活 还是带着目标的过活 你会带着目标去过活 对吗 但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根本无法相比 因为一天除了疑 三十六万五千日 就是一千年里的日子 人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让我进一步解释 如果我看着你说 你在未来二十四小时 未来一天的生活方式 将决定你会在地上 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一千万年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一千万年 为什么 因为亚当是六千年前的人 亚伯拉罕活在四千年前 我们根本没有可以掺造的例子 在未来一千万年里 你开的车 你住的小区 你的邻舍 你的房子 房子的景观 共事的人 你的工作 都会按你在接下来的 二十四小时如何生活 你会如何度过这一天 你会带着目标去活 对吗 但这与我们正在讨论的 根本无法相比 因为一天除以三亿六千五百万日 就是一千万年里的日子 那人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它是指在这个 等于零的时候所做的 会决定我们如何度过永恒 你明白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library.org 保罗是否因为这个原因 迫切地对我们说 好让我们能得到最大的奖赏 看看他说什么 他说 抱着要夺标的心去跑 对吗 一起说抱着夺标的心去跑 所有运动员都要受严格的训练 他们这样做只为赢得 那会日见失色的奖赏 但是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永恒的奖赏 我刚才读的可是神的话语啊 他说我们生活 是为了赢得最大的永恒奖赏 你明白吗 获最大的赏赐 看使徒约翰在晚年怎么说 他写这些字的时候 已经九十多岁了 有谁知道 当人到了那个年纪 就会有为父的恩高 换句话说 你要去听 因为这寥寥书语 就已经语重心长了 约翰说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保罗也同样地比拟了被剃除的可能 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约翰在这里也在谈论赏赐 刘异他说的是满足的赏赐 对他来说 满足的赏赐 是什么 意味着会出现部分的赏赐 或是没有赏赐 他没有说要好好的活 让你能得着部分的赏赐 为什么他不这么说 挺好了 因为神希望你得到满足的赏赐 我想以父亲的身份来与你分享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 他们都与我们同住 其实现在还有儿子与我们同住 我挺喜欢这样的对吗 我们的家很意大利化 孩子们婚前都会与我们同住 我清楚地记得 他们还小的时候 我看着他们说 孩子 我很希望奖赏你们 但作为一个好父亲 除非你能赚取或值得拥有 否则 我不会奖赏你的 为什么 如果我的儿子不用付出努力的 就能得到奖赏 他们就没有动力了 多少人知道动力是好的 我们的天赋都是一样 因此他能通过这些人来激励我们 带着目标去奔跑 好好生活 好让你不是得到部分的赏赐 而是满足的赏赐 可以说阿们吗 为什么 如果我们读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 就会发现这话是何等丰富 保罗说 你们是神的房屋 一起说我们是神的房屋 下一刻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你们是神的房屋 因着神给我的恩典 我像个老练的建筑工人 立好了根基 保罗说他是个建筑工人 现在其他人正在上面建造 注意其他人正在上面建造 我们会在下一刻谈到这一点 然而凡是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 都必须非常谨慎 因为除了我们已经立好的根基 耶稣基督 无人可以再立别的根基 他是根基那房角基石 对吗 所以保罗继续说 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 他说任何信徒都是建筑工人 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 可以用各种材料 如金子 银子 宝石 这些是永恒的 木头 麦草或河街 那是短暂的 保罗说你生命中的每一刻 都是一个选择 要去为永恒或短暂的来建造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认识我 就会知道我是个喜欢休闲的人 为什么 我是可以这么做的 因为我知道神所教导的 安息的意义 换句话说 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 玩乐的时候好好玩乐 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 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材料 你可以纯粹为了肉体 那短暂的来建造生命 也可以为永恒建造生命 如果你是个生意人 你可以视你的生意 为建立神国的途径 如果你做生意只为赚钱 就只能换取舒适的生活 凡隐藏的都会被显明 你的动机会被显明 哦 我听见了 我们继续读下去 但在审判的那天 每个建筑工人的工程 都要显露出来 经受火的检验 如果你把金子银子宝石 放到火里去 会发生什么事 它们会被炼尽 如果你把木头 麦草或河街 放到火里去 就会被烧毁 火能显出一个人的工作 是否有价值 永恒的价值 明白吗 如果工程能存留下来 建筑的人就会得到奖赏 一起说奖赏 但愿那是满足的奖赏 但如果工程烧掉了 建筑的人就损失惨重 那个建筑工人虽然得救 却要像穿越火墙 侥幸逃生的人 看信息版怎么说 你会存活 勉强存活 神不希望你只是勉强存活 神希望赏赐你 正如我对孩子们说的 他仿佛在说 我希望你得满足的赏赐 你听见他的心声吗 他说 你是我的孩子啊 我希望赏赐你 我不希望你的工程被烧掉 我们美国人都会为退休做准备 那并不是愚蠢的 圣经说 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 如果在你退休的那天 你可以想象 你存钱的银行倒闭了吗 同一天 股市彻底崩盘 同一天 就在你退休那天 社会保障破产了 他们无法兑现 我们都无法想象 因为我们有一些政府计划 保障我们 但这正是神通过使徒保罗说的 有些基督徒会这样 进入他们的永恒 他们会得救 但只是勉强得救 穿越火墙得救 因此我们希望带着目标而活 所以约翰劝戒我们 这是他最后说的一些话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是得着满足的赏赐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不但我们的言行会被解释 我们的想法 心思 动机 都会被解释 让我再说明 看看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节 在基督的审判做前 我们都会按本相显现和揭露 不是按别人认为我们的模样 好让每一个人 可以按他在肉身所做的 或善或恶领受回报 看看这里 考虑的要点是 他的目的 动机和成果 他忙于什么 专注达成些什么 这话真是充满能力 耶稣这么说 因为秘密终会被公开 这跟我在上一刻给你看的 路加福音第二章不一样 隐藏的事总会被曝光 并被公诸于众 因此信徒必须仔细聆听 留心听从神的话 并藏在心里 你想知道为什么如此重要吗 因为神的话 看希伯来书四章 神所说的话是活的 蛮有能力的 他能揭开筛选分析 判断我们心中的意念和目的 因此我很喜欢 每一天都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 因为他能怎样呢 筛选分析判断 揭开错误的心思 好让我开始新的一天的时候 怀着好的动机 我建议你在每天早上都花时间 在神的话语里 好让你整天都能带着正确的动机 想法和动力 你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圣经说 如果我们若不先分辨自己 就会受神 可以说阿们吗 对我们生命的审判 是巨细无疑的 一切都会被清楚显明 因此保罗说 基督的审判作 是我们对主敬畏的心 将会彻底解释 我们的动机 动力 思想和言行 因此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们要努力 一起说 要努力 去证明自己真的在神召唤和拣选的人当中 行出这些事 你们就绝不会背离信仰 神也必为你们打开大门 一起说 打开大门 让你们进入到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里 打开的大门是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设的 我曾看过一个异象 我会以此作结 在异象中 我看见天军在天堂的路上不操 那几乎就与罗马军队一样 每当他们占领一个地区或国家 他们就会从那里把战利品带回来 他们在罗马的路上不操 一直步上阶梯 到凯撒的座前 他们会把战利品献给凯撒 明白吗 我在异象中看见一模一样的场景 天军在不操 在罗马时代 当士兵把战利品献给凯撒时 所有罗马的公民都会欢呼说万岁 在异象里 我看见天堂的路旁站满了人 士兵不操来到 把战利品献给我们的王耶稣 然后主对我们说 你想成为路旁的人吗 他们都在天堂 会与耶稣一起度过永恒 你或你想成为把战利品带给我的士兵 我说我想成为其中一个士兵 但愿在座的每一位 在聆听的每一位都是如此 下一课见 结束前我想补充一些数据 可以吗 在以西结束的祭司中 有一群是萨都的后裔 另一群是那些没有全心顺服神的祭司 他们与人群一同前进 如果读以西结束四十三到四十四章 你就会发现 萨都的后裔与神非常亲近 神说我是他们的奖赏 那些不与神亲近的 就去打理圣殿 是想想在天堂的情境 是想想在永恒的情境 你希望与耶稣一同治理 一同做王吗 你希望无论高阳往哪里去 你都在跟随的队伍中吗 你可以想象吗 与他同处 在他的同在里亲近他 靠近他 永永远远与他一同做王 这就是动力所在 使我们带着目标而活的动力 你可以做的行动就是 言读神的话语 明白他在说什么 不要让别人影响你的决定 让神的话语 推动你 去被永恒策动 っていう使用的 那么能够 有所多灭的 受伤的 心里 就是 一个 在这线上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